文字与生涯函数 上面有个启用编辑 请按下去 这样的话才能进入到编辑模式 第二个的话 我们第一个问题说 如果今天有个问题 这个是某电信公司他们的客服人员 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 就是说这边有什么 三个栏位 你要把它快速串成什么 这样的一个格式 这样子 OK 那用什么方式把它串 应该看懂逻辑吧 09 11 一个减的符号 然后如果是两码就要补一个零 如果一码就补两个零 然后把最后前面加一个09 串在前面来 这样子 OK 那当然你应该理论上都会 只是说谁做得快 谁做得慢 或者如果你每天都要做的话 你要怎么 有没有最好的方法 最好这边旁边的按银 按下去 全部做完 对不对 有没有 这样最快 可是问题这个按钮目前还不存在 等一下会教各位把它变出来 反正就是教一键完成所有事情 那不能看的话 你当然 这其实也很棒的感觉 每个地方都有按钮 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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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报表就铲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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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多好 每天就按按钮就可以下班了 对不对 不过前提是你要把这个按钮给写出来 OK 而且其实当然这个工作除了你之外 应该也没有比你更恰当的人 因为你了解逻辑 你再找一个人来 你叫他帮你写 可能你要跟他讲很久 他还是听不太懂 他帮你写出来的东西 还不见得可以完全符合你工作需求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自己会 自己写最快的 OK 因为完全不需要 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那个专案的一来一往 一来一往 改来改去 改来改去 改好久 还是改不出来 而且你跟工程师讲半天 他好像是说他懂 但是他实际上 他也实际上不太懂 好像是懂非懂 这个东西其实 因为他其实很多时候 他没有那个专业 比如你做会计的人 他没有学会计 他怎么知道你要什么东西 所以他是拆的 OK 因为我们以前也当工程师 大概也知道这种情况 所以如果你自己可以有能力的话 那自己写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这边有一些提示 假设 这边要and的符号 加rept加leln 请你利用这三个东西 帮你把这个公式写出来 这个是内建函数 OK 那首先你如果不熟rept加leln的话 前面会有一些练习题 请你先了解一下 那所谓的rept要做什么用途呢 就是要重复几个0 重复几个0是根据len 什么len呢 因为我最多要三个字 所以三个字减掉他现在的几个字 减掉len两个字 所以他要补几个0呢 补一个0 那如果他一个字的话 3-1那就补两个0 那如果没有字 那3-0就补三个0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嘛 所以如果你不太熟这两个函数 请你切到前面 利用这边有个练习 插入函数 那使用函数的方式 我是建议你将来不用特别去背 因为它会帮你归类 文字函数 那我是建议呢 如果未来你对这些函数不熟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一个一个类别的慢慢去熟悉它 即便你未来没有用到的话 你也要稍微瞄一下 比如说呢 里面像有哪一个函数可以帮你把全形转半形 这个 将全形转半形 有没有 工作人员不是很多全形吗 用这个就可以 哪一个函数可以帮你把半形转全形呢 就这一个 哪一个函数呢 可以帮你把内码里面的那个字给抓出来 就这一个 一直可以推啦 所以如果说你暂时没有办法完完全全都熟悉 不过有空的时候稍微瞄一下 每一个都给它瞄一下 什么时候用到不知道 可是如果哪一天用到的话 那你就可以马上派上用场 像常常什么 从头到尾 这个value有没有用过 很重要 因为它可以帮你把文字资料转数字资料 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用virus一比对之后发现奇怪 明明一模一样的东西 为什么查不到 原来你的来源是什么 是一个文字 你要比的是一个数字 那一比之后比不到 因为文字跟数字在以色列里面是不一样的 所以怎么办 你就是要转一下 OK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话 你可以看到里面按照英文这么排列 里面有个rept 它要做什么呢 其实将来你再遇到完全没有用过的函数 也不用担心 反正你只要把底下的讯息稍微了解 然后慢慢熟悉它的问答式的这种操作模式 那你大概没有用过的函数你也会用了 比如说第一个啦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rept 后面会加一个test 那它其实是做什么 重复 所以重复的话 test的意思是说重复什么字圆 豆点的no.5重复几次 所以你就给它它要的 它就给你什么 你要最后的结果帮你返还 所以函数基本上 有点像问答式 你给它什么 它给你一个答案 你问它什么 它给你答案就对了 所以这边按确定之后 假如我们要重复几颗星 每100笔给一颗星 OK那怎么办 第一个给它它要的重复星 重复几次根据销售量 但是它这么多颗星158不是 要每100所以除以100 除以100就一颗星 可是实际上这边是1.58 理论上比较正确是把1.58给去掉 1颗星嘛 没有那个1.58颗星的 所以要怎么样取整数部分呢 这边的话有提示 其实前面加一个什么 INT嘛 INT的话就是帮你把你返还的值 去除要无条件舍去小数点就对了 你会发现现在变1了 OK 好那另外呢 在按确定之前 你要确定一件事 你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如果会向下填满的话 请你把它的列给锁起来 蓝不用锁 OK 特别重要 蓝是向右才会需要锁 向下你只要锁列 那列的话呢 其实因为待会这个列固定在这里嘛 对不对 都是C1 所以你记得在1的前面 加一个钱的符号 表示说呢 等一下向下填满的时候呢 它永远都是1 不然的话呢 Excel的自动填满 只要看到列数是1 它就自动帮你加1 变2 变3 变4 那当然如果你向右填满的话 C就变D D就变1 如果说你不要让它变动的话 你前面也加个钱的符号就好了 OK 那理论上我建议啦 你慢慢习惯 不要没事两个都加 因为一般书里面是 按F4两个都加 可是有的人搞不清楚 反正一起锁就对了 可是有的时候 是只能锁蓝不能锁列 有的地方只能锁列不能锁蓝 可是两个都锁就完蛋了 OK 所以养成好习惯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那信号就出来了 OK 这个是REPT的 可是第一个 REPT知道了 LEN 把切到这边 这个长度 我想这个身边制号长度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LEN 那再来它只要一个参数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跟你要Test 其实Test的意思是什么 文字的意思 这意思是说你那个你要算的字在哪里 OK 所以你就给它一个身份字号 它会给你什么 返环 返环10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 它会告诉你 这里面有10个字 向下填满 底下就算出来 所以理论上这两个是错误的 因为身份字号一定是10个字 那当然如果说你要做逻辑判断的话 你这边是或yes或no的话 那你当然可以再顺便练习一下 逻辑 这逻辑我想常用一副的吗 这个如果等于10的话 那你就输出一个y好yes 反之的话就是no OK 那表示说这里面到底是不是正确 OK 它里面有两个是no 表示它有两个身份字号有问题 OK 那底下的话当然延伸性 练习一下 这个地方虽然是叫len 不过可能要改一下 这个用len做不出来 这可能要什么 mid函数 mid函数 性别怎么去抓到 性别 顺便知道第二码 所以你要用mid函数 假设这边顺便练习一下 怎么样出现男或女 OK 那另外底下这边也自己练习一下 他说从开始的位置提取四个字 那所以你就是 那你可以取前面 你可以用laps 其实你也可以用mid函数 不过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练习一下 laps这个我想大概差不多取前面 laps顾名式 从前面算起来几个字 那这一题可能比较复杂 无先生 取前面一个字 性别如果男生 再串一个先生 反之就串小姐 那这怎么做 我想各位试一下 对这里可能要一个逻辑函数 一幅函数 那最后的话 我们再来看那个综合练习好了 综合练习如果可以的话 你也可以试试看 怎么样把刚刚那个东西快速串完 那串完之后 我们会再来讲一键完成 VVA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我们的练习题里面有很多 类似的这种函数的练习 那当然如果你动作比较快的同学 你就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可以的话就自己演练 主要就是要让各位对于这些函数 每一个每一个都非常的熟悉 那以后只要看到某个工作里面 需要用到什么函数 那你就可以马上找到最好的 对应的函数 很快的把一个问题解决掉 大概就是基本能力 那这些用到的刚刚讲的 都是属于基本函数 还不是什么高阶函数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稍微先试一下